产业焦点带您关心 辉达跟超伟是分别推出了新世代的AI晶片 让两大的GPU晶片大厂是互相校正 带动了台厂的相关IC设计业者紧跟在后 也看好明年的AIPC需求 各家更是新品齐发大抢商机 其中呢 翼龙店指出了受惠笔电代笔领域取得认证 再加上了电子书订单需求十分看好 在明年的触控荧幕IC 渴望订单征文 AI两大巨头回答和超伟 分别端出新世代AI晶片 GPU战火一触即发 带动台湾IC设计业者密切关注的目光 基本上AI的算力包含在Edge这一块 它的更及时的反应应用上面的需求 林洋创新董事长黄周杰表示 今年第三第四季受惠集单 以及旺季效应 同时对明年看法甚深乐观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景气能够回升 回升能够更显著 让整个市场在消费性这一块 能够往上提升 我觉得这个对中小型的公司的角度来看这是重点 而伴随AI兴起人机互动的感知需求将带动相关IC规格升级用量倍增 因此包括林洋创新 美洲小幅回落至11.1亿元 但触控荧幕晶片出货动能攀升将成为明年获利要教 你看的资料里面它更多的信息 所以你平常用手指去触控 我们叫做circuit to search 就花一个圆签把这个物件画出来 它就告诉你它的资讯 所以整个触控跟指纹的这个市场占有力 渗透力 我们叫渗透力会再提高 站在AI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台湾IC设计业者各有优势各自发挥 明年渴望百花齐放 记者朱约英姚云哲新主采访报道